歡迎回來 財經大白話 現在美選就是倒數 馬上就要在本週揭曉了 現在看起來 很多人都在拋售持股 但是我們的國家 對八大公股行貨 卻是逢低在承接護盤嗎 最近在買些什麼 我們也可以跟著買嗎 我們來問一下士聰哥 是 沒錯 最近的這個變數真的很多 剛才翟宣說 本週會揭曉美選 這個是最好的狀況 萬一這個禮拜沒有揭曉 到下禮拜花 全球股市大概會亂成一團 我們有講 事實上最近外資三大法人 全部都在拋售 但是我們已經退場了 這個國安基金 這個目前的公股 反而反向 他在最近是買了非常多的股票 我們要從下面開始看 你看買什麼 晶圓電 核禽控 國產 華通 日月光 開發金 金像電 核庫金 元大金 陽明還有國貸金 你看他買了很多都是什麼 金融股 也就是說他真的是進去互盤的 他要互助這個金融股 另外一個你看他買這個 包括說像日月光 日月光是大型的半導體 PCB裡面買的金像電跟華通 也都比較偏向大型的 甚至國產他也買 國產的話他比較偏向什麼 他就是所謂的資產股 剛才陳彥也說資產股非常好 我們在節目上 不是一直跟他講東和 東和嗎 東和今天還亮燈漲停板 我們一開始講的是8塊 他現在已經到了12塊了 我們來看前五檔 這個是彩晶 再來是台積電 再來是群創 再來是友達 再來第一名是聯電 你可以注意到其實 這個我們公股行股買得非常明確 你看他第一名跟第四名買的是什麼 半導體股 聯電跟台積電 這個一定會影響到 我們整個盤勢的走勢 所以他就去買這個 可是你看到2 3 5都是什麼 都是面板股 所以你看其實現在的這個 我們的公股行股策略非常明確 反正在大選之前 我認為他逢低 萬一真的出現什麼風吹草動 他大概買了也是這些股票 也就是半導體的聯電台積電 他一定買 面板股 因為現在整個大型股裡面 景氣股